爱的身带来痛之气 在逃亡的时间里 我一直幻想能把阿勇拉回来 但那将不再可能了 回归的路充满困惑 我怀孕了 她怀你孩子了 这个孩子就是小虎的 终于认了事 只要你愿意 我会尽我一切所能让你幸福 静静关注普法栏目剧 女球的自白之 没劲韩剧下集 夏姐来两个饼 加蛋加长 干啥的 你叫什么 你说打开的车你 你喊什么 你说给我下来 别碰我 你吹不吹是不是 警察上场 你要是不过来见我 我就跳下去 有的选择一开始就是个错 当初是有人指使我 故意接近你 用征服男人的方法 来改变现状 盲目的心理 救命啊 救命啊 不归之路 我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仇恨 普法栏目剧系列剧 女球的自白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下集故事 前面我们看到呢 韩梅和郑勇啊 从小就是青梅竹马 为了帮韩梅逃婚呢 就带着韩梅 私奔到城里来了 可是呢 两个人却是无依无靠 没有一己之成 因此呢 为了谋生 他们最后选择了 通过盗窃来赚钱 可之后呢 郑勇呢 有这样的毒品 有了毒瘾 为了帮郑勇回归正途 帮他戒毒 还没想到很多的办法 可是啊 郑勇好像已经无法去回头了 再一次盗窃时呢 两人在车里发现了一个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 他们产生了分歧 周勇说呢 这孩子不能要 韩梅选想把孩子留在手中 因为曾经啊 韩梅因为流产 身体受过伤害 好像很难再怀孕了 所以这孩子呢 唤醒了韩梅的母爱 而且呢 通过抚养和照顾啊 他们跟孩子产生了感情 而且他觉得 为了孩子 他需要去改变 变得更阳光 变得更好起来 可是呢 这抚养孩子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生活没有着落 钱都不够 而郑勇呢 还是要不断地吸食毒品 需要去大笔的花钱 没有办法了 韩梅呢只好决定 为了孩子 铤而走浅 再去道歉一次 而这一回呢 他意外认识了一个出租车司机 叫做小虎 我们看到啊 这个小虎呢 可谓是非常的单纯和善良 对韩梅呢 也是很痴情 那面对小虎 韩梅会再次被触动吗 他会讲出所有的真相吗 咱们今天就接着往下看 谢谢你啊 请 嗯 电话 啊 把电话给我吧 这是我电话号码 记得存上 有什么给我打电话 好 那我上去了 行 哎 啊 来 来 拿着 不行 我不能要 拿着 真的不能要 拿着 喂 带我给宝宝的 谢谢 哎呀 好 好 哦 好 哦 大小宝贝都回来了 来 帮我抱一下 干嘛呀 抱一下 我又不能吃了他 真是 小心点抱一下 我看看小宝贝 长重了没有啊 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在医院啊 孩子伤得挺重的 你一晚上都在医院 帮完伤口有点晚了 我随便找了个旅馆 你身上不是只有二百个钱了的吗 我 我 我偷了个手机 你把孩子给我吧 来 他 他可能要睡觉了 来 宝宝 咱们去躺着啊 好宝贝 来 咱们躺下啊 你的耳朵好疼 我 我可能感冒了 我记得小时候 你一撒谎 你的耳朵就会很疼 你的耳朵 你 这有 你 啊 你干嘛啊 你 你 啊 干什么 这 在和阿佑在一起的时间里 我的心完整的属于她 从没变过 我以为 爱里面包含着信任 我以为 阿佑和我一样 后来 才发现我错 错得彻彻底底 还没呢 没有勇气的郑勇啊 讲出小虎的事 他其实心里面有很多顾虑 一个是怕郑勇误会 第二个呢 他也不希望让小虎卷进 他目前的漩涡当中 让他呢 也感到那种所谓犯罪的阴影 但是我们看到郑勇 已经起了疑心了 他不知道 开车从来回家的人呢 到底是谁 跟韩媒是什么关系 但是他知道 韩媒已经在撒谎了 通过他撒谎呢 郑勇好像有些判断 他觉得 韩媒和那个司机 恐怕关系不一般 于是 他又犯起了一种 很强的占有欲和控制欲 而这让韩媒感到 非常的反感和失落 韩媒呢 对郑勇啊 可谓以前是有很深的爱意的 想帮他能够戒毒 改过自新 可是之后的事情 让韩媒也彻底的 心凉了 清醒了 他好烫啊 小孩有个感冒发烧了 有什么好奇怪 那赶紧送医院吧 你没看到外边下着雨呢 你赶紧给他随便找点药吃了算了 你胡说 我不想小孩能随便吃药吗 去不去 不去我带来去 我带来去 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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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上医院啊 那儿有钱没 钱 说你 把我送走走走 怎么现在才把孩子送来呀 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发烧了 这啊是因为之前的烫伤水 引起的 你看 这烫伤的部位都还要有些感染 现在呀 最重要的先把孩子的烧给退了 不然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这样 先去把入院手续给办了 干什么 住院手续 这孩子感冒发烧 这不很正常的事吧 这不坑什么 你开点药不就完了吗 还住院 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这孩子呀不能再耽搁了 是是是医生 我们马上就去办住院手续 你先给孩子退烧吧 好 一共八百三十二 八百多 怎么这么贵啊 你身上有多少 三百 麻烦你了 我们先将三百行吗 你让医生先给孩子治病 剩的钱我们想办法 对不起 医院有规定 那怎么办啊 你问我呀 那现在孩子跟着咱呢 咱得负责呀 病得这么重一定得治 那万一有什么后遗症 那害了孩子一辈子呀 那你让我怎么办啊 啊 你想想办法 想什么办法呀 啊 干嘛 你让我去偷 你不是说不让我去偷了吧 就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哎呀我说你 是不是让这孩子弄了 你这儿全部是乱的啊 啊 鬼迷心跳了你 我跟你说认真的 我求求你了 你去 你要是不去的话 我自己去 我去我去啊 我去 就你那点三脚毛工夫 别给我填乱了 在这儿等着吧 在这儿等着 啊 啊 好了好了好了 爸爸 别哭了乖了 你电话 好了啊乖乖 好了好了 爸爸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喂梅姐 喂 小虎吗 你在忙吗 我在开车怎么了 孩子 孩子怎么了 哎 我在医院呢 孩子发烧了 医生说很危险 要住院治疗 可是我 行马上过去 你别着急 马上就到医院 来 小虎吗 孩子呢 医生看他可怜 已经在给他治疗了 怎么又你一个人呢 他去给孩子 抽医药费了 多少钱 八百多 走吧 交钱去 别愣着了 走吧 那 麻烦你了 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些 小虎去 救孩子要紧 嗯 你怎么了 有点担心的 出去一晚上没回来 手机也打不动 嗯 你老公啊 小虎 嗯 你能不能帮我看着孩子 我想回家看看 行 孩子放心 去吧 这儿 好 还没有回来 什么事情 能不能帮我去 开门 又不离啊 也不离啊 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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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你不是答应我 去给孩子找救命的钱吗 啊 你不是答应我再也不信了吗 你快 起啦 起啦 你怎么疯了你啊 你快过来 你快过来 你好好照顾自己 你好好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你 是啊 我怎么就这样 怎么了 你现在 你现在是不是看我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放开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 放开我 你放开这儿 你是我的女儿 你放开我 你要留在我身边 你放开 我告诉你 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我受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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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够了 啊 受够了 啊 受够了 你去哪儿啊 去哪儿都行 去哪儿都比这儿强 我再过下去 我会疯到 你要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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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疯了 你为什么疯 是不是想疯了 是不是想那个王八蛋 想王八蛋 想疯了 你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我胡说八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前几天 前几天 送你回来 那个男的是谁 是谁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 装傻 那好啊 那我提醒你啊 我提醒提醒你啊 你说那个主力夫妻 是 我知道她是出租车 你行了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萍水相逢 人家看我可怜 人家帮我 放他 放他屁 我看看 我看你哪儿可怜啊 我看你哪儿可怜啊 放开 这种日子 我一个天也不想过了 孩子我带走 以后 我跟你们有一点瓜葛 滚 你 这种日子 这种日子怎么 我想过这种日子吗 我想去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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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心这样 我为什么心中我 我为了谁 我不是为了你啊 是 是我欠你的 是我害了你 当初要不是我逃婚了 我们不会到城里来 要不是你舍不得我吃苦生了 你不会去逃 是我贪婪 我虚荣 我把你害成这样的 回不去了吗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吗 你知道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我每天担心受怕 我怕你被警察抓 我就看着你毒瘾犯了 我帮不了你 我什么都帮不了你啊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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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去逃 我真的不想去逃 当时我出了逃 我什么都做不了 你不想回神 小妹 你当初跟了我 你却应该选择我 你好好跟着我 你好好跟着我 我爱你 你让我走 你别走 你别走小妹 放开 小妹 小妹 在逃亡的时间里 我一直幻想能把阿勇拉回来 我会将能和她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可现在我终于恍然大了 那将不再可能了 我的阿勇 一点 一点 一点离开了 现在的大 已经彻头彻尾的改变了模样 郑勇呢可谓是三个新病狂 把韩梅给绑了起来 可是并没有超过24小时 那不构成我们的非法拘禁罪 但这个行为本身也是违法和违规的 可以说啊 郑勇的那种疯狂和那种暴力呢 韩梅是非常的绝望 她一直幻想着郑勇啊 可以能够改过自新 回头是岸走上正轨 可如今 韩梅发现啊 哀莫大于心思 她知道这一切恐怕都不可能了 而此刻呢 韩梅迟迟迟不归 虎子那抱着孩子的医院啊 可谓是有点不知所措了 她也不知道韩梅出了意外 孩子可以带回去了 不过明天得来继续打针换药 行 谢谢啊 没事 你把手机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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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啊 喂 我找一下梅姐 韩梅是吧 啊 对对对 呃 你是 你 你是她爱人吗 啊 找她什么事啊 呃 那个孩子可以出院了 她 呦 这两天没休息好 人有点不舒服 我啊 真照顾她呢 呃 这样 嗯 要你们不方便的话 我可以把孩子给你们送过去 哎呦 哈哈 好啊 那就麻烦你把孩子送过 我呀 那招二小好好谢谢你 你想干什么你 小虎 你别听爱的 你别来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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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梅姐是我 小虎 你好 我是来送孩子的 哦 梅姐 哎 把孩子放这儿 可以走了 你干嘛绑人啊你 小虎 小虎你别管我 你走吧 梅姐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的女人 你操这么多心干什么 你再怎么你也不能绑人啊 你快把梅姐放开 哎 你他妈算哪根葱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这是老子家事 把孩子给我 小虎 小虎 你把孩子放这儿 走吧 梅姐 这种男人 你跟他干嘛 快把他放了 哎哟 小 哈梅 这小子挺痴情的 小虎 你别管我 你走吧 快把梅姐放开 你他妈腿有肿啊你 周勇 你松手 你吓着孩子了 好 走 走了 爹 窄 边 小伙你别管我 你走吧 你别管我 你赶紧走 吹吹 我的女人你也敢动 是不是 张勇你住手 小伙是好人 孩子的药费还是她给的 要不是她 孩子可能都没了 你别胡来啊 不要看你们美姐 整天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我跟你说 其实 行了 张勇 姐不是好人 小伙 姐不是好人 不值得你同情和可怜 都是我自作自受的 你就她从来都不认识我 姐最后一次谢谢你了 你别躺着魂帅你走 梅姐 我这样对你了 你跟她爱干吗 张勇 我不走了 我哪儿也不去 你放小虎走 你现在就放 你真的 你真不走了 你也疼了吗 你说你也真是 你要走 你要走 说你不走 就没有这回事了 不是 是 好 来 梅姐 我最后才问你一句 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吧 我和阿勇 我和阿勇 已经长成彼此的一部分 我无法离开她 我恨我自己没有办法让她戒掉毒品 我恨我自己让她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如果有可能 我多希望没有逃亡 没有毒品 没有偷窃 我求上天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过最普通的日子 我爱她 郑勇呢 因为毒瘾和内心的失衡 已经完全失去的理事了 所以说 与其讲此刻 韩梅恨郑勇 不说韩梅是在恨自己 她恨自己 没有办法让郑勇能够戒毒 也恨自己 没有办法离开郑勇 而虎子 她那一份善良和单纯 让韩梅觉得自己好像很自卑 她觉得自己就像毒品一样 沾满了罪恶感 而那个孩子呢 让她觉得 还是有一丝对生活的留恋和希望 所以她决定和郑勇一块离开 找地方躲起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 而这个意外呢 恐怕成了韩梅此生 永远无法磨灭的一个伤痛 来 就是这个屋 我大儿子 二儿子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现在这个屋就空着了 嗯 这样吧 算你们五十块钱一天 水电随便用 好 谢谢你们 周深 没事 你们早点休息吧 现在的城里人啊 还真是奇怪了 住逆了城市的高楼大厦 没事还跑到我们农村来农家乐 我也是没事带着孩子和老婆 出来踏踏轻 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你怎么了 是不是吃开肚子了 周深 有药没有 药 不用 不用了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那你们歇着吧 我走了啊 嗯 哎呀 嗯 如果 为了孩子 你愿意跟我重新开始吗 就在这个小村庄 过我们本来就应该过的生活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真想收养这个孩子啊 他跟咱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你想想 以后这孩子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等他长大了他会怎么想 他恨咱们一辈子 何况咱们 就是想收养孩子的话 也不能收养这个孩子 可何况 像你我这样的 配做父母吗 别想那么多了 玩两天 过我当妈的已经算了 我 我 我是说 咱俩的孩子 咱俩的孩子 你怎么了 你说胡话了吗 没有啊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真的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你肯定是好吗 你她怀孕了 你怀孕了 你怀孕了 真的吗 难道不开她 你怀孕了 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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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孕了 我没 你确定这茶子 是我的 你说什么 怪不得 怪不得那臭小子要带你走 安倍 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这很正常 不过既然你想通啊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好 以前的事我不去想 我不去计较 但是 你听我的这次孩子 绝对不能有 你说万一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那 那你说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你带孩子去哪儿了 不管你信不信 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 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 阿梅 我们要在一起 这个孩子绝对不能生 你现在让我二选一啊 你不相信我 我没什么好选的 哎 你何必呢 我为什么要闹成这样呢 我们都说了吗 之前那些事我不去想了 我不去计较 我也不能当冤大头吧 啊 何美 你听我的 这个孩子我们先不要了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这阵风都过了之后 我们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孩子 你又想杀了你自己的孩子吗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啊 我知道 我吸毒之后 对你说了很多后的话 但是那个臭小子 他为什么对你好啊 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呀 我想不通 我一直想不通 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相信 你找他的对质 只要他不认了 我就握个住 阿勇的话 像真一样 字字句句插在我的心里 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想找到他还爱我的证据 可那双被毒品侵蚀的 无神的眼睛 我看不通 李智告诉我 现在最重要的 是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可感性又拉扯着我 想要阿勇承认这个孩子 是 喂 媚姐 媚姐 这是给孩子买的 挺上心的你 现在像你这种 忽之则来 灰之则去的男人不多了呀 你是不是又欺负媚姐了 她没跟你说呀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你媚姐说 她怀你孩子了 你胡说什么 媚姐上 你别听她胡说 都到什么份上了 认了吗 你不是挺男人的吗 啊 你不是喜欢她吗 你不是说会对她和孩子负责任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怎么 玩完了 玩腻了是不是 拍拍屁股想走 怎么解决啊 打带为你出了 你在给我两万块钱的精神损失位 这事我不追究了 这事我不追究了 小虎 你带我和孩子走吧 终于认了是吗 终于想跟她走是吗 你觉得可能真的是我错了 但是正由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生下来 你说对了 这个孩子就是小虎的 所以我请求你 放我们不放 媚姐 带上孩子我们走 去吧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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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你 媚姐 收拾完了 她的收拾你 给我放开 正要你住手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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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怕有没有媚姐 你不要放开 你不要放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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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不是好人 姐是个骗子 姐不知道你这样 行了 你别说了 在我小虎心里 你就是一个好人 不瞒你说 从我第一眼见到你开始 我 我 我不嫌弃你有孩子 只要你愿意 我会尽我一切所能让你幸福 很久以前 在我和阿勇相爱的以前 他也说过 他会保护我一辈子 你跟我走吧 我一定尽全力让你幸福 我和阿勇曾经以为的一辈子 在今天结束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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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虎 我的孩子呢 你就是还没 你应该明白 我们来找你的目的 2010年5月19日上午 你火同郑勇实施了倒车 请你指引一下这个孩子 他是不是你们同车子一起偷来的孩子 对不起 小虎 小虎 对不起 我骗了你 警察同志 我能抱抱这个孩子吗 警察同志 他 他真的很爱这个孩子 求求求你们了 行 郑勇了 他死了 死了 阿勇死了 把毒品带走了他 我的孩子也死了 阿勇带走了他 阿勇 举烈的疼痛反而让我开始麻木 我用这个无辜的孩子 是我难以割舍的牵挂 阿勇 阿勇 我的心 就已背叛了无情 可现在 当我从监狱出来 看到眼前这个站在阳光下的男人 我知道 梅寒一群 有的爱 事中偏执 你要是不过来见我 我就跳下去 有的选择 一开始就是个错 当初是有人指使我故意接近你 用征服男人的方法来改变现状 盲目的心灵 不归之路 我的心里充满了强烈的仇恨 胡法栏目剧系列剧 女球的自白 郑勇因为吸毒过量导致了意外的死亡 小虎为了帮助韩梅去减刑 不求孩子生父生母 去跟他们说韩梅是如果照顾孩子 先获得他们的谅解 韩梅还是触犯了法律的 她触犯了多起盗窃罪和拐骗儿童罪 但是因为她有毁罪的情节 并且是自首 同时孩子父母也谅解她了 她被从今处罚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郑勇去世了 韩梅进了监狱 可是对韩梅来说 这好像是一份久违的宁静和一种解脱 她此刻无比思念的是孩子 以及在期盼着未来幸福的生活 而五年来 小虎也在等候她 在守候她 终于五年之后 韩梅走出了监狱 她第一眼就看到了阳光下等着的小虎 她知道自己的新生活 就要重新的开始了 我们也希望韩梅可以改过自新 和小虎呢 开始一段安稳的幸福的生活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